亲爱的肖战已经迈入了32岁 他亲自发布了一条微博许下了他的生日愿望 愿一切顺利,健康安康 他表示这个祝福除了送给自己 也送给了他的粉丝们,真的太暖心了 这样简单而真挚的心愿已经成为肖战近四年来最常说的话了 每个人都期待在自己和所爱之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能够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这应该是内心深处每个人都追求的幸福吧 肖战工作室还发布了一份特别大的礼物来庆祝他32岁生日 一共有32张照片按照十八公格方式展示 这份文案总结了肖战在过去一年中的成果 并对他在脸播三部剧中饰演的角色做了一个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肖战与这些角色共同拥有了热血 体验了生活的百味,欣赏了各种美景 他扮演了仁义热情 直率无畏的时差海大哥肖春生 他也扮演了心怀天下飘逸优雅的神官时影 同时也饰演了坚定勇敢温暖火热的圣羊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和肖战一同经历了时代的风浪 目睹了血寒威化的绽放 追求了娇阳慎放的激情 感受了角色的喜怒哀乐 也遇见了那个特别时期的独特版肖战 肖战在工作中表现得认真 专注且全心投入 努力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除此之外,在工作之余 他还会细心地关注每个人的情绪和感受 并用自己的能量悄无声息地汇聚起 大家追求进步的信念和力量 他不仅与默契配合的同事保持默契 同时也成为互相信任的伙伴 带着勇气前行 怀揣着珍惜时光的决心 我们一同跨越障碍 盘登高峰 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愿肖战在新的一年中 用真诚的心撒下希望的种子 收获分硕的果实 在追逐闷想的道路上 停下脚步感受那门门细雨 和微微晚风的温柔 祝愿肖战在大家给予的爱和陪伴下勇往直前 在新的遗岁里坚定的向前走 寻找自己的海洋花朵和光芒 感谢每一个与肖战相遇的人 你们的存在是一种幸运 肖战是许多人最美好的相遇 也是最幸福的仰望 最后祝福我们最亲爱的肖战 生日快乐 永远自由自在 肖战